属鸡的朋友们今年运势变化不定 意识难以掌控 命犯小人 瘦人摆布 今年工作上要做出牺牲 展现自身价值 自我为贵 方可自救 太阳极星入命 小心谋事以求安稳 便可平顺度过 事业上仍是害太岁的年份 事业运势整体比去年是有所提升 相对稳定 但也暗藏忧患 工作上小人是非特别多 要懂得借贵人之力提升工作效率 工作会面方有转变 市场不佳 变则通 流年 财运逢天空入命 财运平平 保守求稳 自己天马行空不为实际 今年既做担保人 或借钱借车 及借房子给别人 以防被人陷害 在情感上 桃花韵旺盛 是婚姻面临考验的一年 情绪起伏不定 从而使夫妻间的感情 适合 矛盾 和摩擦也会增加 建议 在和家人相处之上 多为家庭祝福 考量 才能事事严满 属机的朋友 健康受到病福星的影响 小病小痛在所难免 要当心血压 肠胃 食物中毒等现象 家中女性需追要妇科 及呼吸系统的问题 作息要规律 方可严谨 幸运号码 5397